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777集 所以我不会可怜你 更加不会放过你 这张玉山杀了你的妻儿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人 如果有一天被我遇上的 我若有本事可以除去这个祸害 我也必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对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人 您的天赋在未来的某一天 实力一定会超越的 到时候我希望您能记住您说的话 把它除掉 这也算是帮我的妻儿报仇了 张凡听后点头 孟可儿则对着张凡试探性地询问 张先生 我对水底下那金碧辉煌的一空间比较感兴趣 在他入阴草地府之前 让他带给咱们进入空间看看 张凡看的一眼面露犹豫 我有一个担心 凶手进入一空间以后 抽沙坑才出现了针对凶手的结界 咱们如果进去 抽沙坑周围的结界会不会也针对我们呢 让咱们也离不开这里 听到张凡的话 孟可儿眉头微醋 开口说道 有这种可能 不过我还是想进去看看 其实张凡对于这片一空间也是十分好奇的 但是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如果真的被困在这里 那可就完了 所以张凡在努力压制他的好奇心 不进入一空间里 他的想法是 等他有了破除结界的能力以后 再过来探查 满足这份好奇心 短暂思考了一会儿 孟可儿又说 张先生 反正你要把我安置到安全的地方 如果我进入一空间之后 真的走不住抽沙坑 我就待在一空间里 这里还是很安全的 不过到那个时候 就得麻烦您帮我多买一些生活用品 和攻击我氧气的东西才行 你如果走不住这里 只能在这片范围里面活动 会十分的孤单 你真的决定了吗 决定了 只要您别把我扔在这儿不管 时常给我提供一些 我的生活日用品 还有氧气就行 而且 在这样的地方 还能督促我修炼 因为 我只有达到第三境 才能走出这里不是 芝希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把你丢些不管的 你既然决定了 就和他一起进去吧 对了张先生 咱们两个加个微信 进去之后 咱们看视频 你也看看这片一空间 那也好 不过你进入一空间以后 手机能有信号吗 这倒是个问题 我没试过也不知道 咱们先加上再说 有信号自然最好 如果没信号 我就拍个视频 我从一空间中出来后 拿给你看 张凡听后点头 两人加好了微信 孟可儿便和凶手 拿着两袋过氧花娜 一起下水 大约五分钟后 张凡手机响了 是孟可儿打的视频电话 如此看来 这一空间里面 是有信号的 张凡直接便把电话接通 张先生 这里的确是一片金碧辉煌啊 你看 张凡手机屏幕里面 是一个复礼堂皇的场景 这里面有很多珍贵的金属 还有保湿玉器 紧接着 张凡又听到了 孟可儿对于空间里面 东西的夸赞 这个过程里 张凡一直盯着屏幕 试图有所发现 但遗憾的是 他并没有任何的发现 毕竟他只在屏幕里面看 并没有真正接触实物 没有发现 倒是也比较正常 大概过了七八分钟 孟可儿和凶手 一起浮出水面来 孟可儿一边甩着 湿乎乎的头发 一边朝张凡的方向 走过来 我这边没有什么特别发现 你那边呢 我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发现 打坐这片空间的主人 只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 那便是好 听到孟可儿的话 张凡笑了笑 对孟可儿说 咱们去试试看 你能不能离开 抽沙坑的范围 好 孟可儿应了一声 静止朝着 抽沙坑的边缘走 此刻那黄管型的戒指 已经戴在孟可儿的手上 两人下水 打开一空间之前 孟可儿便把戒指 要了过来 因为 他害怕凶手会耍花招 孟可儿并没有 在沙坑边缘停留 而是 要直接跨到沙坑外面 但当他身体 刚刚要透过 出沙坑的边缘时 那节节猛地浮现出来 把孟可儿的身体 一下子反弹而回 孟可儿倒退三步 稳住身形后 但笑了一声 我还真是被困在这儿了 那你便留下来 好好地修炼 争取早日到达第三境 离开这里 孟可儿听了 宠张凡笑了笑 怂怂肩膀 现在发生这样的情况 张凡和孟可儿的心底 都是有一些疑惑的 凶手是第二次 进入一空间之后出来 节节才针对的 而孟可儿第一次进入 那节节便针对他了 虽然两人心中疑惑 但凭借如今的线索 他们并不能解开内心的疑惑 所以 他们心中的疑惑 也只能是暂时搁浅 随后 张凡把目光投降了凶手 你自裁 进入阴槽地府吧 文言 凶手瞳孔一缩 下意识甜甜嘴唇 这世上没有谁面对死亡 可以不恐惧的 不过凶手心底很清楚 张凡那份坚决的态度 已经表明了 他已经没有半分讨价还价的余地 现在这样的情况 他只能选择接受 小先生 我这就自裁 不过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如果有一天 真的碰上藏玉山 你能替我杀了他 为我的家人报仇 他是一个身材偏瘦 五十左右的中年男子 对了 他的左儿畸形 而且他的血液和常人不一样 是蓝色血液 听到凶手这番话 张凡眉头微微一簇 蓝色血液 汉原族的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